好 看到大家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经济部长施言祥则是拿出了他乌纱帽来当赌注 他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破2%就下台 现在公平会方面也寄出刷手键 针对联合哄台价格要实施涡理反条款 什么是涡理反条款呢 业者说如果自首的话呢 这表示呢如果他们自己可以提出联合行为的具体试证 就可以免罚或是减轻罚还 罚金差额可以达到2500万 奶粉沙拉油洗粉白起 卖场对抗物价飙涨 成立抗涨专区帮民众审核包 民众抢货抢得快 什么都涨就怕七大卖场联合涨价哄台价格 消极会5月开始要联手查价 公平会更寄出窝里板条款 业者自首提出联合行为涨价施证 免罚甚至减轻罚则 政府大动作调查 就是怕消费物价指数CPI会hold不住 年增率节节攀升 2012年预估增加1.46% 就怕CPI破2% 经济部长位置不保 一定树必会破2%的 主技处也告诉你一定会破 你现在我在问你是怎么才会 破这么大 做不到经济部 当然要负应该负的责任 如果是破你就要下台 是否 立委好担忧连续抛红经济部长施燕翔 油电双涨让CPI有破2%的担忧 看来施燕翔用乌纱帽当赌注 一句我负责要稳定物价 安定明星 周日新闻 陈俊杰 黄树文台北 前半步到